河畔公园正式亮灯和开幕了,大家都去走一趟了吗? 上个星期,安顺国会议员尼可敏和巴硕博达马州议员吴嘉良一起到安顺河畔公园主持亮灯和开幕一事。 现场真的非常热闹,除了各部门的官员以外,还有许多被吸引而来的民众共襄盛举。 在亮灯之后,尼可敏吴嘉良也随大队在河畔公园里绕了一圈。 必须得说,改造后的河畔公园和之前可说是大不相同,有了全新的人行步道,灯火通明,设施大部分都换上全新的,还增设了许多长凳,漂亮的灌木等等。 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河畔公园也有数个闭路电视,吴嘉良也呼吁,所以大家千万要一同守护这得来不易的改编哦。 他相信,河畔公园在告别过去死气沉沉,一片杂乱的景象后,必定可以成为安顺的全新打卡点。 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多进行一些活动,比如写声,户外教学,举办市集,做歌唱表演等等。 只要有任何有创意的点子,都欢迎联络安顺火箭。 吴嘉良表示会继续在新的一年卯足全力,用最大的诚意为大家带来更多看得见,摸得到,感受得到的改变,和大家一起守护安顺,坚守希望。